各位鲜娜的观众,你们好 祝你们新的一年,个个都大黄淡黄 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康贵贵 今天我就开始讲十二新潮 第一个新潮是什么呢? 我们通常都是用老鼠讲先的,熟鼠 熟鼠的朋友,今年你的吉星有一粒叫八座星 八座星其实就代表地位提升 不过这个就叫文积的地位提升 如果你做文职的工作的话 即是教师、文化界、杂志等工作的话 就很容易就有一些好的权力上升 有一粒叫做天解星和解神星 天解星和解神星是缝空化吉的 不用担心 但原来天解和解神星也代表 今年很多人找你做和事佬 那你就要看看 如果真的那件事 如果是帮到人的话 如果尽可以去帮的 帮得到的话 就自然有些好的回报 至于空星方面 有一粒叫做血印星 原来血印星要小心一点 有些少少开刀做手术 尤其是哪个月份 就是农历的五月新历的六月附近 要小心一点 建议你们在农历的五月新历的六月之后 就去洗一下阿秋和他移马身的话 那其实就是可以 就减低血印星这个空星的威力 给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